哎呦 嗯 方硕 哦呦厉害 好比赛开始这边啊王轩辉很激紧 到啊开始打战术了 找三分点都在三分外所有的都是在外线做文章 方硕的中纪林 方硕上来打二 没传到位 要不然这样直接可以投篮了 哎行 抛头 底线的王轩辉都出来 汉密尔顿掩护给了 这是北京队第一个三分 可以的快 看一下索顿突破之后抛头好球 这胆是挺大的 方硕冲距离 不措自想 出来看苏延熙的三分球命中 今天他们 上海队整个防守阵型组织不错 看方硕这球 三分球有了 下半场在零件三分开始回暖了 这篮下 汉密尔顿再传 出来 好球漂亮 方硕机会又出来了 这个要进了 好球 三分再进 这次是 给进去 他没有给 哦呦这球 好球 看小伙儿现在进步真大 也该到了出成绩的年龄了 没错 前两场他们交手的比赛 嗯 他不打了 五秒钟 方硕 这一节方硕可以的 方硕这一节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 又丢又丢 这球被方硕切掉 看反击 好球 这看是 你看 和心 接防 好球 好球给的漂亮 二加一 二加一 像这种扔球是要判技术犯罪的 嗯 虽然你是一种群情绪鲜血 他这个篮板球是够厉害的 第一节抢十有了 对外线嘛 嗯 他要外线稍微好点 他之后可以用明娜拉斯了 好球 方硕 对吧 说对吧 说刘晓宇跟方硕啊 云逸给给他 给长林 哎呦 不敢 嗯 方硕 哦呦 厉害 看来一 来一组的 就跟那个 你看那个西边 西边那个三分岁 防守啊 时间呢也不太够了 两分钟 方硕 方硕 来了 方硕看能不能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第三分球 说嘛 两分钟 对 再起呢又甩下了大海那边 四分钟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保守一下 会拖时间 哎呦你拖啊 哈哈哈 方硕啊 13中6 他虽然说防守 对对方特点的遏制怎么样 上半场人都遏制住了 嗯 下半场没有遏制 好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上海队是在客场 104比95 9分的优势击败了北京手钢 这样呢 这轮系列赛的总比分是来到了 1比0 1比0 9比5 1比1 9比5 9比5 1比6